大型小組成員全副武裝來到透天措頂樓 綁上安全繩索一聲令下 從五樓高處吹降攻堅 小組成員陸續下到四樓陽台 急迫落地窗 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衝進屋內 將詐騙集團成員殺個措手不及 集團成員根本來不及反應 就被一網打盡 警方在現場查扣大量作案工具 其中就有十七台iPad 原來這個詐騙集團為了躲避警方追查 特別以iPad取代傳統電話線路 甚至還在住處周邊裝設監視器 相當狡猾 那個一樓是用鐵捲門 如果真的要攻進去 可能要花費很多時間 會讓這個詐騙機房的 會把現場的證據給它滅正掉 用垂降的方式 垂降到四樓三樓 然後急迫落地窗 然後進去就可以保持這些證物的存在 高雄市警方破獲詐騙集團 逮捕周姓 祖賢等十人 根據了解這個詐騙集團 從二月至今 短短兩個月內 就透過iPad通話方式 向大陸民眾詐騙得手近百萬人民幣 但在警方長期跟肩埋伏下 還是遭到破獲逮捕 被一招詐欺罪嫌 依從法辦 謝謝莊選證 太下午 近一下 這是《小黑空 humid》 多少 謝謝莊選呈 謝謝莊選呈